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Phone 13 Pro 8799 如果大家看过我的13 Pro视频的话 都能发现 我的今年这款iPhone的评价非常高 高刷新率的屏幕 强大的拍摄功能 惊人的续航 还有不俗的性能 iPhone 13 Pro真的是把手机的各项体验都顶满了 强的很 还有比铝合金边框更难摔的不锈钢 我摔了这么多回几乎是没有什么问题 除了这个重量是真的有点沉滞了 MacBook Pro 2021 两万三 这无疑是我2021最贵的一笔消费了 两个月使用下来确实符合预期 性能很棒 但说来惭愧 在买了M1 Max之后 我又没有进行重度的剪辑了 对于电脑性能的压榨也不是很高 但在日常的使用中感知最强的就是续航和发热 相比我一八款的MacBook Pro来说实在是好得太多了 我的网MacBook平时看个视频能够发热很红扇 M1 Max是真的安静 一点动静都没有 在续航上日常看网页文档视频能够维持高亮度7小时 这已经是很吓人的结果了 要知道我新换电池的Intel Mac也只能维持3小时多一点 M1系列的能耗比实在是出色了 还有就是这个XDR屏幕 看杜比世界的视频简直是不要太爽 音响也很棒 除了低频之外 我觉得都能跟我的HomePod mini一绝高下了 很惊艳 而对于配置的选择 我想是一定要选32G和1T的配置 之前16加512用的实在是有点憋屈 在处理器的选择上 我在M1 Pro的续航和Mac的性能中间反复纠结 最后以没有现货为理由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定制了24和GPU的M1 Max和美式键盘 我还是很满意的 除了现在的系统还是有各种吸气国外的bug 真的是梦回当年Catalina那个时代 AirPods 3 1399 继续还是苹果产品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的AirPods第三代 我也是在首发第一时间购入了 但没有专门给它做视频 原因很简单 我觉得产品的差异化已经足够明显了 如果你是Apple用户 需要千元出头飞降噪的真无线耳机 AirPods 3就是那个最优解 没有质疑 但同时AirPods 3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初代AirPods的一大特点是无感 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过去的几年对AirPods 都有这样一个评价 有的时候我都忘记了还戴着AirPods 因为它的佩戴体验太无感了 这是一个戴一整天都不会觉得难受的耳机 我用过这么多苹果还有Beats的耳机下来 这是我对AirPods最喜欢的一点 也是AirPods独有的不能代替的特点 而这个特点在AirPods 3戴上被弱化 它的佩戴感觉跟这几年所有的苹果耳机都不太一样 对我来说第一次戴上会有那种没有带紧容易掉的感觉 然后使劲的摇了摇头 耳机还在原位 戴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AirPods 3不同于前代还有Pro 在耳道内部有受力 一代是嵌在耳道里 Pro的耳塞自然是塞在耳道里了 三代的受力点都在耳阔处 它的存在感很强 我指的不是不舒服 而是你总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之前以为是我没有习惯 可用了几个月下来还是一样的感觉 我可以持续佩戴几个小时 但不会像前代一样几乎忘记它的存在 在不想用的时候就会立刻把它摘下来 除了佩戴上的变化 空间音频 IPX4的防水 自适应均衡 MagSafe 算是把硬件的规格都给顶满了 听感的话跟Pro差不太多 比前两代好了不少 还有就是加入的MagSafe实在是太使用了 用了就回不去的体验 那接下来就来讲两个关于MagSafe的好东西 一个是MagSafe卡包 关于这个我也会做详细的视频 各位想看的话可以先点一个关注 简单来说就是 Apple的卡包适合mini Morft适合非mini机型 Popsockets更适合Max 以及除了Popsockets可以直接刷卡之外 其他两款都是有屏蔽层保护的 怎么选择就看各位的需求了 另一个是MagSafe充电器 我和很多人一样在MagSafe刚出的时候觉得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充电这么慢还发热 价格也不便宜 直到今年我买了一个MagSafe放在桌面使用 有的使用场景是很少需要快充 但时不时会拿起手机来看 而磁吸充电还可以拿起来不断电的 是只有MagSafe充电线了 充电的时候一吸 用的时候直接单手一拿 然后再放回去 体验还算不错 加上新版本的固件 还有天启的双重buff加持 充电体验目前也能够接受 而唯一的问题就是 苹果你能不能出一个长一点的版本 一米是真的不太够用 当然了第三方的这种 MagSafe加器双重充电座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手机和耳机都能够充 很适合我放备用机还有AirPods Keychron机械键盘400 我对这个键盘喜欢到了什么地步呢 买了两个型号 总共三把键盘 K2还有K3 如果你是一个Mac用户 在寻找一款外接键盘的话 Keychron肯定是逃不掉的 它可能是最适合Mac用户的机械键盘 对于多设备 Mac键位都有很好的支持 而且有很多种轴体可以选择 最先买的是K2 其实是会有一些不习惯的 毕竟MacBook的叠式 还有Milcon键盘的剪刀角 键程都不算深 K2对我来说 就是一种回归小时候敲键盘的感觉 键帽晃动的声音也很大 但是茶轴的敲接体验还算是不错 然后K3就出了一款矮轴的机械键盘 我买它的原因也很简单 一款比K2更好看 更像我习惯使用的Milcon键盘的键盘 试试也很符合我的预期 K3的键程更短 我敲接起来更轻松 键帽的晃动声音也小了很多 不愿意把它称为Milcon键盘的机械版 真的就是Mac最佳的机械键盘 再然后我最近又买了少数派联名的K3 纯白的设计加上红色的logo点缀 颜值是真的爆表了 可惜的是联名版本没有背光 差一点就是我心中的最完美键盘了 BOSE 700 年初在百亿补贴1100的BOSE 700 真的是超值 降到效果很好 对于我这个大头来说几乎也是不压头的 还有双设备连接 其实说到这儿满足条件的耳机有好几款 但我个人觉得BOSE 700的颜值相比而言实在是太高了 什么QC35啊索尼啊 对比之下就是暗然失色 再说一些我今天喜欢的非硬件 还有跟数码关系不是那么大的产品 No More Road 20元一个月 这是一个APP订阅服务 推荐所有喜欢拍照的iPhone 12 还有13用户来尝试一下 它没有Deep Fusion的那种过度锐化 还能够带来iPhone上最好的拍摄体验 也能支持各种专业格式 简直是不要太香了 美中不足的是 每次拍肉之后 需要等个两三秒钟 再推出来 不然的话 你就会痛失照片 人体工学椅 899 最后来讲一讲我坐的这把椅子 我让你严选的人体工学椅 和很多人一样 我是先看了先看评测的视频 然后结合预算 买的这把椅子 那跟我宿舍做的那把 加了200块钱腰靠的 300块钱黑白鸟椅子的组合形态来比的话 这个899的体验算得上是超值了 毕竟我每天几乎所有的事情 都是做在电脑面前完成的 这把椅子对腰部的支撑也是不错 所以我的坐姿呢 有一定的纠正 不至于腰酸背痛了 好了 这就是我在2021 买到的很满意的数码产品 很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关注点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 分享属于你的椅子数码好物 我是小泽 那么我们下期见了